开箱婆罗洲 获得大马国籍 这也判定这一项 歧视性国籍的规范是违宪的 然而这样子一个裁决 却引来了政府的上诉 那政府内政部 就希望能够推翻之前 高庭的裁决 理由很具马来西亚特色 他是这么说的 他认为这一起诉讼 麻烦又轻浮 就引起了社会的哗然跟争议 那最终法官是判了 政府上诉无效 那这个里程碑的一个裁决 就引起了 就掀起了很多关于 两性啊权益啊 两性平等方面的一个讨论 那为什么一个大马男性的公民 和他的外籍配偶 所生下的小孩 能够直接获得 取得这个大马的国籍 而女性的公民的后代 却没有办法享受 同样的一个权利呢 今天的婆罗洲有话题 我们有 沙拉月婦女附助协会 法律顾问蔡光卿律师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马来西亚的性平权议题 一起来了解女性权益的意识 当遇到不平等的对待 或者是压迫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寻求协助 所以非常欢迎蔡律师 加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 哈喽 宽勤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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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琳 好 大家好 首先想先请蔡律师 从法律的角度来和我们解释 为什么这一次高庭的一个裁决 可以说是男女平权 一个标感性的裁决呢 这一次高等法院的裁决 可称为是一个标感性的裁决 是因为之前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宪法 就是我们的Federal Constitution里面 Article 14 Schedule 1 B & C 就是第14条例 就是那个付款 1 B & C 对 它provide的只是说 只是说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一个孩子他是在外国生的 而他拥有的是马来西亚公民的母亲 但是是外国籍的父亲来说 他基本上在我们的法律 就是我们的宪法 是不允许他有马来西亚公民的 那但是这一次的裁决呢 高等法院就判了说 这个是不合法的 这个是就是不合 男女平等的一个裁决 所以在这一次的高等裁决里面 法官就说 这一个条例是不能够生效的 因为它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的判决是说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一个孩子 还是能够拥有 马来西亚公民权的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 是不是只有在马来西亚 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律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妈妈 她是在国外结了婚 然后生了小孩 她的孩子回国的话 是没有办法获得公民权 是只有马来西亚才这样吗 还是说其实很多国家 都为了避免孩子 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可能别个国家 会有这一类似的法令 就是他们的目的是 为了要防止双重国籍 但是也有国家 是没有这样 就是很discriminatory的法律存在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这个法律对保护女性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的女性 她嫁给一个外国人了之后 男保她在国外 是遭到的一些 可能有家暴 或者是婚姻不协调 不快乐 不幸福 于是就离了婚 然后离了婚之后 把孩子带回来 但又因为没有办法获得国籍 她需要支持马来西亚 然后可能跟其他国家 这样子两回跑 以便她的孩子可以留在国内 然后获得这个教育权 还有这个医疗的 这个保健的一个权益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 这一个法律是真的是蛮 就是我们说的蛮 很discriminatory 就是很歧视女子的一个法律来的 那么其实就很好奇 这次高庭的判决之后 是不是在法律上就生效了呢 是不是说这些孩子 他们就已经可以自动拥有 马来西亚的国籍 还是需要找一些法律程序 道理来说是的 道理来说是的 但是如果政府那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 就是ministry of home 就是内政部没有提出 那一个上诉的话 道理来说 是可以改变那一个 对 这一个整个法律的措施的 就是这一个高层法院的裁决 但是因为政府 就是内政部已经提成了 那个就是上诉 所以他现在这个案件 就是在上诉的阶段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上诉庭 来做出判决 才能够看 是否这一个法令 能够自动的生效 还是 另外 另外其实政府 也是可以提成 就是透过议会 我们的parliament 透过议会 我们的parliament 来提成修改 这一个条例 就是14条article 14的 这个schedule 1 B&C 它可以提出要修改 然后就是在那个修改的过程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就同意 就把那一个字眼 就是母亲的这个mother的字 放进这个条例里面 那就解决了问题 就也不需要等到 这个上诉的裁决 之前我有看到新闻说 有一些国会议员 其实好像有十几个 包括希盟的一些国会议员 其实的确是有站出来 来提倡说 是不是要提成国会 就是好像刚刚宽庆说的 那这一个 他们现在的这个事情的发展 已经进入到哪一个阶段了呢 我之前是有就是看过 我们的内政部长 Dr.Sri Hamza Zainuddin说的 他其实正在要求证建 Yangli Bhattuan Agong 看看是否他们 会不会同意 他们提成这一个 就是修改 这一个条例的 但当然我们的内政部长 是表态了说 他其实是很支持 这一个判决的 只是说我们的宪法不允许 所以他是有一些 就是局限在那一方面 所以现在我们只可能 可能就是等待他们 看看有没有 这一个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方面 还没有办法落实 没有那么快 对 那像其实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 就有说到 其实这个高庭的裁决 他就有说 不应该要这样子存在 是因为会有 启示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韩沙在努定过后 他也有出来说 其实你让这些孩子 如果他们的国籍 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他们自动获得 这个国民的权利 其实他没有 启示的成分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行为 才会造成启示呢 如何去定义启示 这些行为 其实如果你们注意 去看那个高等的 法院的那个裁决 他是说 为什么他会觉得 这一个条例是歧视性的 有歧视性的 是因为他其实是 跟另外一个条例 就是article 8 就是第八条例 第二款 article 8 宪法里面是说 其实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就不应该存在有 性别上的歧视 无论是宗教啊 种族或者是血统 还是畜生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性别 gender gender 这个歧视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民 就是应该要受到 同一个对待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 法律上面 其实是人人平等的 所以就他高等 法官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一个14条 是不是跟这一个第八条 有矛盾的 发生矛盾 发生冲突的了 所以在我们的宪法里面 是不允许这样子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一个14条的那一个 只是一个付款 Schedule 1 它只是一个付款 所以那个其实是不生效的 因为它已经跟那一个 真正的 违反了article 8 对 然后如果我们看的话 为什么那个高等法官 会觉得这一个是 存有性别歧视的 因为你看article 14的条例 只是state father 只有这一个字眼 而没有mother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在这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是生在外国的话 他是拥有马来西亚公民的 父亲的话 but是外国母亲的话 这一个马来西亚父亲 是能够传他的公民钱 给他的孩子 但是如果反过来说 是如果这个孩子有的 是一个马来西亚 是马来西亚籍 但爸爸是外国人 但爸爸是外国人 这个马来西亚 是无法传授他的公民钱 给他的孩子的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歧视 而且为了预防双重国籍 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 在这一个可能 移民局在接受 他的这个application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一个 确认 一个确认的程序 对 你不一定所有的孩子 都有双重国籍 或者是可能 他可能是回来马来西亚 出生的 但是如果你回来马来西亚 出生的 那就不一样的讲法了 对 因为你如果回来马来西亚 出生的 你一定是有那个 对 一个birth certificate 是在这里的 他就是马来西亚 很自然的 他就回来 不管他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他只要回到马来西亚 来出生 他就自然而然的 就可以获得 马来西亚的公民权 是这样子的 只要一方面的父母 是马来西亚人 还有另外 就是要确定 他就是爸爸妈妈的婚姻 是就是valid的 就是properly registered的 就是合法的 合法的结婚 必须在马来西亚吗 还是在国外 结了婚再回来也可以 在国外结了婚 回来还有一点点的程序 他们是要做的 才能够确保 也要在马来西亚受承认 嗯 好 好吧 那我们就暂时 把法律放一边 我们来聊聊一个 叫宽庆 你常常在生活上 或者是你在经常接触的 case里面呢 你会遇到的 比如说少月 在少月的部分 女性不管是在职场 或者是生活的领域 是不是还是经常 对于性别歧视 或者是这样子的 一个awareness方面呢 大家的这个意识都不强 或者是经常会遇到性别歧视的问题 但是不自知的呢 是会有的 我们接触的人当中 常常都会听说过 有一些些例子 但是遗憾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发觉到 那一些例子是一个就是性别歧视 就比如说 比如说大家如果去一个meeting的话 去一个 如果大部分是很多那种比较年老的男生在的话 所以我觉得常常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黄色效化在啊 就是 这一个是 one of the example one of the 例子 再来的话 再来的话 我觉得 如果 男生和女生 就是 在职场的那一个 就是他们的工作的那一个 就是 如果老板要给 那男生和女生 对 对 那个工作量的话 我觉得都会比较不同吧 嗯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一个性别歧视 对 或者是像 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很多时候女性的员工 不能用说女员工 可是 女性经常去被 面试的时候 被面试官会问 你结婚了吗 或者你有小孩吗 其实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可法的 对吗 宽清 还是在马来西亚 对于这方面 我们的法律是没有这么的保护女性的 嗯 其实并没有 任何一个法律是讲 就是说 你不能够问这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站在 雇主的立场来 看的话 可能他们只是纯粹的问 so that 他们可以 就是为自己的公司 就是可能plan一下 接下来的 you know 我是否 对 我是否要不要请这个员工 这一类型的 但是 这个 确实是 很少男生 去面试回来 对 会被问同样的问题 原因由于在 可能他们会觉得是 哦 我请一个女员工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 结婚死孩子 结婚死孩子 然后他就会 对 然后他就会拿很多的那一个 产假 产假 然后可能他又要带小孩子去看医生 这些 但是他们并没有 就是意识到 其实 男生也是会 会 会需要照顾 对 会需要照顾小孩子的 所以 对 这个 都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的责任 而不只是母亲的责任 对 那其实我们就有看到 今年有出的一份 由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三月份 他就发表了一个全球性别差距的报告 而马来西亚呢 就在全球156个国家里面 排名第112 甚至比你知道最近 就是在 经历这个政变的缅甸 还要落后 因为他们是排在了109 所以就想问 律师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排名会这么低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 嗯 其实 如果 大致上来说啦 就是我们所谓的gender gap 就是性别差距的 性别差距的形成的原因呢 其实 跟 不只是在我们的 国家 在马来西亚也好 在外国也好 其实在这上都是一样的原因 第一可能就是 文化上的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华人 印度人也好 马来人也好 一代下来的话 我觉得很多都是处在于一个 很Patriarchy的mindset 就是一个很富权的 对社会 所以有很多就是 我会先给男生优先 这一个权利 for example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样子的家庭成长的话 久而久之 这一个mindset就是会在你的脑海里面 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一代接一代的一个思想 所以你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缺少 缺少交易的那一个平台 就我们所知道 如果如果一个女性 她是没有受到就是平等的那一个教育的那一个机会的话 她就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到哪里 她都她就会缺少这一方面的知识 所以她就会就不知道自己能够走的多多远 拥有的权利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缺乏法力的保护 就是我们的国家如果少了这一些法令来保护女性的话 当然自然而然的话 女性就会觉得 我都没有备受保护在这一方面 或者是另一方面的话 那我怎么提高我的 就是工作上的数字 还是我生活上的数字 这一类型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国家 现在是没有这一个性骚扰法 那么很多女性在工作的当楼都受到性骚扰 那她们如果受到性骚扰的话 她们能够怎么办呢 怎么样 然后久之她们就会影响到 她们要去外面工作 或者是打工的那一个念头 在 the end of the day so 她们可能只是 哎呀 这样我去做工 我又收到这些 这样我怎样要去 就是要去 advance自己的life 然后接下来就是宗教 宗教也是一种理由 然后就是社会的印象刻板 society的mindset society的mindset 就会告诉你说 哦 如果你要做很像女总裁的话 她们就会说 哦 这样你是一个发道的女人 或者是 或者是 情绪化啦 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会热发脾气啦 然后会 对对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 然后她们就会讲 你不用读到那么多书 或者是那么高的 等一下你只要不出去 这一个这一句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 每一个信都听过啦 尤其在亚洲 对对 所以 无产验识者 对 所以gender gap 就是那么形成的咯 嗯 所以呢 SWS或者是你本身 你觉得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上 或者是在 平权方面哦 达到一个理想的 性别平权的一个社会 嗯 OK 我们 当然 如果说 就是妇女组织的话啦 就比如说SWS的话 我们 是 跟别个 妇女组织 在整个 马来西亚 是有一个联合的 一个 Join Action Group 我们叫做Jag Group 所以Join Action Group里面 会有 就是那些 AWA For example 对啊 All Women's Aid Society 也是会有 Women's Aid Organization WAO 这些 所以我们会 通常都会 在里面 Meeting啊 所以我们就会 倡讨 说 OK 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什么 就比如说 我take for 一个example 就比如说 前几年 他们 倡讨的是一个 性别平权法 就是Gender Equality Bill 但是 那一个 B 我相信大家都曾听过 就是在 PHS州政府的时候 是有一度时间 很热的 但是为了 某一种原因 结果就 就被 就被 迷惘了 对对对 不了了之的 但是 但是 是还没有被取消的 但是这一个 对 但是这一个 共同倡导的 这一个 工作是 妇女主持会 一直 一直在 在 连续的 做下去的 对 提倡的 接下来就是 那个 性骚扰法案 然后 就是 政府那一方面呢 就 他们也是 我们的 妇女 ministry 妇女 ministry也是 前几年 也是有 就是 在这一方面 做出了一点点的 就是 就是 policy OK 所以就 比如说 就是work from home policy 我相信 几年前 他们就 一直在 参考这一个 就是还有 就是 flexible working hours 就是 有 工作时间 对对 工作时间 然后可能在 办公室 有托儿所啊 这一些 但是现在 他们没有 还没有说 强制性的 要 就是 可能 他们还没有 强制性的 要 就是 私人业 落实 对 但是一度 他们是曾经 有这一个 念头的 但是 对 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就 但是我们 觉得说 这一些 还是 有妇女主持人 他们会 提倡 至于 如果我们 身为 一个 individual的话 我们personally 怎样能够 就是 就是让我们 身边的人 就是 知道 这一些 就是 性别歧视的 课题 就是我们 去跟 他们讲 我们跟家里人 讲 哦 你知道吗 其实这样子 讲是不对的 就比如说 黄石消化 这个东西 可以跟他们 讲一讲 哦 其实 黄石消化 是 不对的 是有 伤害 他人的 这类型 或者是 他会 对 他会变成 性骚扰 这一类型的 所以我们 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教育 他们 或者是 在个人的 个人的工作 的单位 可以举办多一点 这样子的 awareness的 campaign 对 或者 或者HR 可以多办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 对话 或者是有一些 这样子的posture 年代公司的一些角落 然后常常跟 这个员工 教育员工 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对 是的 然后另外学校方面 我觉得应该 老师也可以在 他们的 教学当中 加入了一些 关于 这个性别意识 这样子的一个课 对 来跟同学们分享 我觉得从教育抓起 是蛮重要的 以便这个海洋 从小 对 然后如果男生 在家里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 开始 分担 家里的工作 就比如说 CE啊 主犯啊 对 就不能说 主犯你是妈妈 或者是 死 也就是妈妈 这样子 所以 他们从小 就被概念 灌输这一方面的概念的话 所以他们就会 就会 他们长大了 他们就不会有 这一类型的 歧视 存在 嗯 那关键刚刚提到了 这个性别平权法 现在我们还在 努力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性骚扰法 那对于这个性骚扰法的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再补充一下 呃 这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了 是刚刚 就是刚刚才拟定吗 还是已经提成给我们的这个议会了 其实呃 他们政府那一方面是呃 呃 说他们应该是会要提成 嗯 呃 提成那一个 呃 呃 呃 就是有可能 呃 有可能今年的年底 会提成 但是这一个也算蛮慢的吧 因为其实呃 我们大概呃 从几年前开始 我们就呃 以为他会被呃 呃 提成 开拨 但是对对 但是因为呃 我觉得因为因为政变 很多次的关系吧 所以也难免的 有一些些delay 啊 嗯嗯 所以呃 可以请蔡律师侯门 说说这个法令他 其实是怎样可以保护到 你知道这些呃 性骚扰的幸存者吗 或者是可能他会对那些 进行性骚扰的人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惩罚呢 或者是有什么罪行吗 呃 其实大致上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还 不是说很确定的 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 就是说呃 因为目前为止 好 呃 没有这一个 性骚扰法呃 呃 呃 之前哈 就是现在啦 现在 at the moment 我们是只是靠呃 就是很像 如果你在工作呃 方面被性骚扰的话 那你就靠可能industrial relation 就是劳资呃 呃 劳资法里面的 劳资和劳工法 嗯 对劳工法里面的条令来保护你 如果有的话 或者是你在呃 或者是你在呃 呃 就是私人界做工的话 那你就要看那个cord of practice cord of practice 我们是叫做这一个呃 呃 行为守则 但是这一个行为守则呢 它并不是呃 就是 它是 无义务的 所以它并没有法力的效力 嗯 所以就看 如果那些大公司 很多大公司会自己有这一个行为守则 嗯 但不是所有的本地的公司都有 不是 呃 我所说的那一些私人界的大公司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那些通讯的呃公司啊 或者是Oil and Gas的那些都会有的 所以他们一到发现了另外呃 就是另外一个员工 性骚扰另外一个员工的话 其实他们是有那一个呃呃 办法就是他们有那个procedure 就是去做complain啊 他们会调查过后 他们可能会会就是会呃 才才才才才掉那一个骚扰者 哦 呃 员工 嗯 对 但是因为这一个只是一个守则 所以它是嗯 只是provide一个指南 给那些私人界公司 然后不每 不是每一个私人界公司 有呃 有这一个守则 有那个义务去做 对对 所以很多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是没有的 嗯 然后就要靠你在哪里受到骚扰 然后你去找那一个法令 但是呃 呃 with这个呃 性骚扰法案的话 他们是希望把全部东西 放在一个法案里面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呃 就是去找来找去 嗯 去劳工局啊 对啊 去HR 找公司的HR 或找老板 就不需要了 你就直接可以受到这个 性骚扰法的法令之下的一个保护了 对对 然后这一个性骚扰法 它是应该是会有一个条例是 专保护呃 那个呃 就是那一个 victim的那一个 privacy 它的饮食 嗯 就比如说我要去报 或者是我有呃 witness 我有呃 呃 陆击到一些事情 对陆击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要帮我的朋友 但是很多人就很害怕 说哦 我不要我不要 你懂吗 我会被对付 嗯 对我不会被对付 啊 我没有办法升职 我没有办法加薪 或我会被出后算账 对对啊 但是这一个法令是会保护到呃 那一个victim和那呃 他们的那些witness咯 这怎么保护呢 关心你知不知道他的detail是什么 就是不公开他们的名字吗 呃 details我大概呃 呃 还不是说太清楚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是会把 就是不公开呃 呃 就是会保密就对了 啊 对保密啊 嗯 嗯 嗯 哎那其实刚才我们就是聊到职场方面嘛 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劳工法啊 或者是一些条例或者是守则可以去参考 这样如果是在家里呢 家里面对一些性骚扰 或者甚至是家暴 因为像之前我们就有看到新闻说 特别是在新管令期间 有一些妇女或是女性 对他们就在家里面对了这样的问题 他们可以怎样子去寻求帮助 呃 有的有的 呃 我们是有一个刑法的 就是Pinot Court 就是Carnum Csex案啊 其实刑法里面是有蛮多条例可以保护的 呃 所以只要如果你是被呃 被就是被家暴啊 或者是被呃性情类似呃性情的 但是of course 这一些都不不不足够啦 that is why 他们会呃就是要提成一个呃 呃性杂劳法案 呃性杂劳法案 对啊 but就是在这刑法里面呢 就是如果你呃就是受到这样子的就是呃 呃对待的话 啊那你要做的就是去报警咯 报警了过后啊 呃警方就会去做呃呃就是就会去做呃调查 对啊调查然后才来啊收取证据啊这类型然后才来决定要啊是否那一个呃呃违法的人会被啊就是提供在法庭没有对嗯嗯嗯嗯嗯了解好那最后宽清你对于我们 上了越在性别议题的醒觉还有女性怎么样或男性也好啦很多可能男性也会被性骚扰的也说不定哦那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自身权益方面你觉得呃人们应该还有什么事可以做的吗或怎么样去了解更多我们自己的权益吗嗯嗯 我觉得呃呃嗯嗯嗯我的看法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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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勇敢发生 对吗 对 但如果你就是发现到你的朋友 有遇到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 或者是你自己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 那你能够怎么做呢 第一 我觉得是要保持冷静 OK 第二就是如果你是在职场遇到这一类型的话 然后你又很需要这个工作的话 OK 你可以就是告诉那一个性骚扰者说 你不喜欢他这样子的行为 比如说就直接的tell他off 对 因为他们通常他们就会就会打那一些静静的 就是看起来没有说很就是很直接说不要的那一个行为 OK 或者是你说不了 但是其实你是要的 就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意思 是是 那是那是one after 然后如果是在职场发生的话 那你就可以就是可能记下来他几时几时对你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然后他是怎样对你 然后他是怎样对你 然后他是怎样对你啊 然后可能就收集一些contact说比如说真的是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要contact谁啊 你朋友啊 然后再来就可能考虑去就是可能报案啊这一类似的 如果如果如果还是就是就是就是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你真的是过过不到那一个卡的话可能也是可以不妨考虑去寻求辅导咯 或者是找你们swws对对对对 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对对 好那无论如何呢通过这一次的这一位马来西亚的妈妈获得了帮他的孩子可以拿到这个大马国籍这个新闻上来看呢 虽然马来西亚在两性平等的这个议题上能够可以说是我们跨境了一大步 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尽快的可以让这个法案通过 让所有的不管是在国外出生的小朋友都好还是在我们国内的小朋友都好 只要是爸爸妈妈是马来西亚的国籍他本身也可以获得公民权 嗯最后关心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没有了吧应该就是 嗯可以 嗯好的 好真的非常谢谢关心来到今天的节目 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两性平权的一些讨论 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继续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 谢谢谢谢宽清 谢谢宽清 嗯谢谢 拜拜